我們希望可以增加青年人就業的競爭力 而電子線備球結合了科技、運動和潮流的三大元素 我們的目標是訓練青年人成為導師 玩得厲害之餘 還可以教社區人士如何參與這項運動 其實我們一直以服務研習的方式訓練年青人 我們訓練一組的年青人 我們會將他們變成一個團隊 而他們以團隊的角色就要克服不同的困難 尤其是去認識一些新興的科技運動的時候 電子線備球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他會縮短了人和人之間體質上的差異 男和女之間的比賽的公平性就會大大增加 當中你也會看到他們有不同的特質 也有些同學會比較喜歡做防守的球員 我鼓勵之後他們願意嘗試其他角色的時候 都會看到他們的玩法和技巧也會提升 在學員和他們之間溝通的方便 功勞都是不少得機構本身負責的社工 我覺得這個遊戲還是多些去講 大家去出聲去嘗試多說一些 在那個過程或90秒內會比較紅 要多合作 出來會無論是贏輸也會有很好的體驗 去到社區共和人的時候 我們都主動去接觸一些創者 就看一看他們的裝備有沒有問題 以及都會去敏銳他們的需要 甚至有小朋友都來玩 即爸爸陪著他們 是一個很好的體驗和一個很好的回應 訓練活動雖然是電子線備球 但實際上我們更希望青年人以他們的勇氣 和團隊精神去克服他們生活上的困難和挑戰 匯豐香港社區伯門計劃 承諾與你並以前行 inviting大家 我們現在看他們的推特 與你無事 今天見到你的推特 我們現在看他們三個里的 開幕後 我們現在看說 有甚麼來的 我們現在看見